便宜的橄欖壺又多,為何要買一把六千多元的茶壺呢? 首先是壺款的獨特 要知道橄欖壺是古款,只懂得覆黑壺形是不夠的 汪海漢老師這把橄欖,除了參考清代橄欖壺的款式 還加入了自己的創新 壺身比例由上下均勻的桶座,改造由上下收窄的纜座 更加像一顆橄欖之餘,整隻壺線條表現還多了起伏有似的變化 對比大家都是清代風格的橄欖壺 汪老師的作品顯得再清日牙齒一點 這種韻味是其他半手工,沒有巨壺裝不到的 第二點就是壺壺的功力難度 橄欖壺最大的難度就是壺頸高,壺身還要撐得起壺頸 如果老師大力拍多了一下,壺燒完出來便會很高低薄 但這把橄欖壺的肩膀均稱,而且壺頸、壺肩過度位很短 正確力更加難掌握 平時只用紫泥、斷泥都很大機會做壺 這把橄欖壺直接用朱泥去做,難上加難 市面上橄欖壺的樓把大部分都比較粗,上手會笨絕一點 我老師把橄欖壺的樓把一齊改幼,手感非常好 而且壺把上粗下幼,壺嘴由闊到窄的出湯設計 是呼應壺身上到下收窄的特色 這個橫橫雙扣真的扣得很密 千多元的茶壺是買來沖茶 六千多元的茶壺便要追求品質和獨特 這把橄欖壺,考思和難度並重,絕對物有所值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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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大家